不想要花很多時間追影機 我今天要推薦三部好看的nevery電影 而且一下午雷 第一部電影 暫停停止呼吸一 雖然這是2016的電影 但是格外的精彩 沒有鬼 但是有滿著刺激跟緊張 故事講出三名青少年 他們打算偷獨居 盲眼老兵的所有錢財 但你得得過 暫停盲盲的蝦子老兵嗎 每次在一個老人出現的時候 我都會停止呼吸 正如電影說明 暫停停止呼吸 是真的能夠暫停停止呼吸 就好像發出聲音會被發現一樣 我不知道我自信了幾次 雖然我覺得一比較厲害 二的話就是老兵之後的ending 究竟你覺得那個老兵變態嗎 我覺得其實他挺可憐的啦 第二部生命線索 生命線索是2020上映的 鑽眼是韓國少爺天然的 福幸會 結局翻轉翻轉再翻轉 我超愛這種類型的影片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推薦我 這種翻轉劇情 許久沒回家的舒緣 接起來突然響起來的老舊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的陌生女子 英俗 是20年前同樣生活在這個家的人 而英俗做的一切決定 都會攸關於現在舒緣的命運 順便記得如果劇情你覺得有BUG的話 請YouTube搜尋大衝看電影 他的解說你會發現有兩種解析 其實想想都沒有BUG 而且還有細思幾孔的結局 第三部 隔山伏順 隔山伏順是2023上演 吉伏順是一個成功100%的一級下手 同時也是再不方不過的單親媽媽 為了感傷母女關係 吉伏順下定決心精魂洗手 握手的計畫卻被一通電話給攪亂了 為了守護秘密不被發現 他即將上演一場黑色黑的精彩廝殺 我們要求情機 深日 Amazon 為了 丁